这尊的形象最重要的是 所有的虽然它是属于金刚 但是它的面貌是唯一的 是属于非常美丽的一种温和的面貌 不像所有金刚神都是很凶恶的 是唯一的一个冥王 相貌是最好的就是孔雀冥王 它有四倍 一只手是拿着孔雀鱼 象征着书法 象征着书法 这个书法也就是降伏 象征着降伏 它一只手拿着白莲花 象征着习斋 习 习斋 另外一只手拿着这个巨原果 象征着敬爱 另外还有一只手拿着吉祥果 象征着这个征服 征慧 就习 征 怀 书 它都有 这一尊的是很伟大的这个孔雀冥王 这一尊的是很伟大的 这一尊的是很伟大的 是很伟大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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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有一个大幅的 我们加油 有一个伟大的